台北市公园商圈平常人就很多 但这家牛仔裤店呢 因为店里要装潢 施工单位没有等警察局核准 就擅自占用了人行道 让一般民众呢 只能够小心翼翼靠边走 或是闪到这个马路上 整个过程显向还生 台北市公园商圈人潮汹涌 就连巷子里都很热闹 这里是罗斯福路四段24巷 知名的牛仔裤品牌 要在这儿开咖啡店 不过施工范围 却让原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 一口气由四格地砖宽 缩减到只剩一格 谁人经过 不是侧身小心走 就是要绕到马路上 更别说是推着婴儿车的妈妈 只能冒险该走马路 人车并行 险下还生 因为那边在装修 我根本过不去 很危险 可是只能就是自己脚步加快一点 我会害怕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不好走的时候 然后走文明 就被人家现在要装修的那个门面 那边所挡住了 实验专用的人行道 没得走 实验无奈 却只能默默如兽 只是店家做生意 怎么可以占用人行道 正在申请 因为警察和电文处 都有在申请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还没下吗 对 占用人行道的部分 一定是要先 要经过警察局许可才可以回应 占用人行道 就要在警察局会被取地 尽管业者强调 有委托时工单位向警局提出申请 不过放眼望去 却没看到准许占用的公文或告示 业者图方便 牺牲的确实用人的道路安全 总的新闻 黄明军侯从理台北采访报道